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DER 你今天去教育所領退款了嗎? 在經歷第一波大合併時代後 買東西幾乎都是在收退款啊 也買個魚都能失敗的人生比嫌疑還不如 但看到世界頻道的活躍倒是挺開心的 各種課長也是活躍起來 今天來看台版最次更新的內容 開了新伺服器 讓還沒入坑的玩家有機會一起入坑 弟弟妹妹還不快加入 但先合併之後又夾開了這神鬼操作 也只有黑局辦得到了吧 沒有被耗點的公會系統 跟先前介紹的差不多 複製造室原賞翻譯或測試的問題 目前的區域爭奪戰是台灣特別BETA版 所以只開放一個地圖 報名也不需要參加FED 以及一開始就要跟你拿6000公會硬幣 誰受得了 事宜以後就不好說了 我們原本應該送個獎勵 可能因獎勵會員功能還沒有辦法實裝 或其他因素也調整成其他道具 但說實在 獎勵送女神的祝福 或者平安夜可能都還比較好 經驗水是真的蠻沒用的 如果是送其他商城課金類道具 無課或微課玩家 參與度應該會很高 畢竟課金玩家根本也不差你一瓶經驗水 都靠超能力跨的打怪了 總之又要等一段時間才能完美體驗了 不得不說 這次公會簽到的禮物 倒算給能夠誠意了 比起當初哈曼送的恐怕藥水 徽章跟材料箱子 這次有送屬性石 跟大作龍雕像 光雕像 做非常糟糕 材料 省了不少錢 我都不知道 黑局是變負心了 還是 遊戲快打 但活動時間很趕 對剛加入的玩家 有點不友善 希望官方至少能緩衝幾天 等公會系統開放完整 陸續應該會加入 雕像生病 裝備改良 以及之後等級185的新地圖區域 可以開始產出金氏野外裝備的地方 雖然不能跟目前製作的金氏比就是 而各位可以準備好銅塊 之後會有兩個新的雕像 其中 咆哮的蛤蜊粉十分實用 5%機率觸發 護盾效果 如果看到教育所有的放材料 請記得快下標 其實橫版討論區 到目前都還有反應 台版常看到 但依舊未解決的問題 像野外突襲 或平常 無法自由切換頻道 多人場景嚴重延遲 或者奇怪的BUG 發生問題 橫版上次更新後 很多職業平衡細節都沒有做好 到現在還在被罵 但確實很多功能都是慢慢追加的 有人戲稱這遊戲到現在都還是在OB中 台版玩家算是玩到稍微完整的版本了 聽說2月韓版會再放音波大更新 到時候再跟各位介紹 月光雕刻師 也許不會是最好的遊戲 但至少可以期待變得更好 至於有人問我 暴擊跟穿透到底要怎麼選 關於這個問題 之後會再做個影片跟大家講解 我是Mint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